出自新疆广会南岚清训体系的柯然 在直播连线中透露了自己未来的计划 以及离开新疆队的原因 他说未来考虑去美国那边读高中 自己也报名了蔡崇信的篮球奖学金 从他的直播连麦中的话语中 能读出他离开新疆队的原因之一有 他长期在新疆南岚青年队的三队 这个三队的人员不齐者 他们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 所以说以至于他现在没有太多的比赛经验 说实话 可能那些老教练 他不会去专门认识议和制作证议 然后我当时正好 我们队正好有剧场议论师 他也是经常看国外的议论师的视频 进行学 然后他也在这儿我也在这儿 就经常把他加烈 他就是抖音还没出来的时候 就一开始在 就是in-sqlub 学国外那些议论师的议论师 规划的话 现在还是 就是我的想法能去美国打球去美国打 去美国打球 去美国打球 我都不太方便了 对对对 对美国的观点 我是我打比赛主要是 就是10岁到12岁 然后我12岁打完 对对对我12岁打完我就进青训队了 但是他们三队就是一直人员不整齐 就是就是人很少 新疆队 对对对然后他们不报比赛 就是任何比赛都不报 不报比赛然后 对对对就不报 比赛 对对他们2队比赛很多 就每年都会打 但是三队就没有 就青年代 对对对对对 有跟你就是你1314岁的时候有没有跟同同同这个年龄段的球员打过 就是就专业队的吗 打过打过 你感你感觉你跟他们对抗的话你感觉是你战优还是失败 就是只谈对抗能力啊 对抗的话还好其实就是差不多 那你这样我要是每天就是我们青年队就是一天三练 我要是每天都是就是那种状态我肯定能背上的 就是我现在已经退队了 你这特软接上来呢就是肯定是不要就他肯定得挑战一些 十八十九二十岁左右的一些球员 我感觉可以了对对我感觉 嗯会会帮助会对他帮助很大